我是怕他和我吵架 我是怕他和我吵架 他告诉我我才会去这样监视的 如果他大脱汪汪对吧 有什么事说什么 或者你就干脆不要做这些事情 为什么一个女孩子 有那么多异性朋友呢 他就现在对他的异性朋友 就特别的好 他们学校有篮球比赛 有几个男生去打篮球了 他是又送水又送冷眼 还要去给人送毛鸡 就对他们特别好 这你咋知道的 他自己都发朋友圈了都 我把男同学去打篮球比赛 我作为拉拉队的 又不是就给一个人买了 我给整个篮球队都卖了 而且发朋友圈 给他们加油助威 这不很正常的事吗 是你给他们买了 我也打篮球啊 你怎么不给我买呀 你怎么不照顾照顾我呀 我上课呢 我能逃课去看你篮球比赛吗 你们学校还离我们学校那么远 还有就不说这个了 你那些异性朋友生了病 你都要对吧 给他们没事关心关心 他们女朋友干嘛吃的呀 啥意思啊 谁生病谁关心 就是他有一堆异性朋友 就可能他的异性朋友 要是生病了 他也要虚寒问暖的 你怎么样了 又不用我去照顾你啊 一些的话 这事你咋知道 我们两个就是 我能登他微信号 我的手机号绑着他的微信号 所以就是他的微信 对你来说是透明的是吧 对 我可以登上去 有的时候我能看见聊天内容 他的异性朋友太多了 我就感觉他总有事情 在瞒着我 这干嘛别的男生生病 你照顾啥 拉拉队我可以理解啊 没有没有 上次就是我也生病了 我想吃栗子 我就去买栗子了 然后我那个朋友 刚好也生病了 他就问我说你干嘛去呀 我说我去买栗子 我想吃栗子 他说我也想吃 我说那馋了 马上回来给你分一半啊 不是我感觉这件事就很诡异 你自己都生病了 他想干什么 你就对吧 你去满足他 你自己都生病 为什么不把自己照顾好 那我生病的时候 你有很认真的关心过我吗 还有你怎么去的 你怎么去找他 对吧 你后来跟我说 你坐公交车去的 你坐公交车都愿意过去 我身边的时候 你关心过我吗 他们说对你有多重要吗 你就和我说 你多喝热水 我们是异地 我能怎么说啊 我只能让你多喝热水 多吃药啊 我没有办法照顾你啊 你连问我 有没有药都不知道 就说你多喝热水 行 以后我发现那个 外卖那个跑腿功能有用了 就如果你异地不在身边的话 叫个跑腿送药吧 本来喝水这件事挺好的一个 好像现在女生就觉得 只要说喝水 就很敷衍 就生存就有问题了 就敷衍了是吧 那也不至于咱买了栗子 坐公交车从栗子去啊 因为就是我们两个学校 其实离得并不是很远 然后我就去给他送了 一人一半 你还生着病 他也生着病 你说他说 你觉得你们两个 就挺有缘是吗 都同名相连的 还多养吃栗子是吧 你想多了想多了 这跟同名相连没啥 就行吧